这是真实发生在四川的清征活人案 在全村人的围观下进行的 死者身穿保暖内衣 被丢进被封死的铁锅里 整整两个小时 受害人不断地挣扎求救 声音凄厉 但却没有一个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直到他被彻底征熟 那么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6年2月27日 四川省广源市龙渝村派出所 突然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对方声称村里出了人命 警察最好赶紧来看看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报警人的语气异常平静 仿佛只是谁家的猫狗死了一样 听到此处 警方也感觉不太对劲 连忙询问其细节 可对方紧接着说出的一句话 让从警多年的老干警 都不由得毛骨悚然 一位女性被蒸锅蒸死了 蒸馒头的蒸 这句话让派出所上下启动 连忙驱车赶往案发现场 还未抵达便能够看到 村中鸟鸟生起的吹烟 如果是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是村里人在摆宴席 可警方却明白 报案人可能说的是真的 直到抵达爆着烟火的地方 大老远就看到村中空地 支着一口大锅 周围无数村民聚集 正在交头接耳地 对锅中指指点点 临近后才发现 烟雾中的锅上竟然真的有一个人影 但由于温度较高 警察也不敢贸然接近 只能先驱散烟雾 可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一具面目发白发胀 浑身皮肤满是烫伤的脑包 早已停止呼吸的尸体 看到眼前的情况 警方立马拨打了120 并开始对现场展开调查 但让人意外的是 不少人都对警方敬而远之 不愿意参与到这件事情中 很快救护车抵达现场 将那具尸体拖走 进行尸解 警方也从几位热心村民的口中 得知了死者的身份 他名为李恩珍 十年44岁 广源区龙山镇鱼龙村人 据村民所说 前段时间的他正在田里做农活 却突然口吐白沫 倒地不起 家人连忙将其送到了医院 可各项检查都做完之后 发现并没有什么病症 带着疑惑 一家人返回村里 然而意外的是 紧接着的一段时间 李恩珍的身体每况愈下 也不怎么外出走动 村民也很少见到他 直到今天才发现 他们一家人竟然在村口 吃了一口大锅 将李恩珍放了进去 那么这段空白的时间 李恩珍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是真实发生在四川的清真活人案 在全村人的围观下进行的 死者身穿保暖内衣 被丢进被封死的铁锅里 整整两个小时 受害人不断地挣扎求救 声音凄厉 但却没有一个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直到他被彻底征熟 那么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 1984年 四川农村的一对年轻夫妻 诞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取名李恩珍 其实他们二人是近亲结婚 大女儿生下来 就患有眼睛邪视的症状 这才有了李恩珍的出现 随后的日子里 他成了这个家庭的掌上明珠 从小便被全家宠爱 不过李恩珍十分懂事 抽空还会帮父母做工 学业上也极为努力 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 加上性格随和 同学 老师 包括邻居 都与他关系很好 可就在高三期末冲刺时 这样祥和的生活 却被一个意外打破 李恩珍在一天上课时 突然变得神神道道 不停地说着一些 别人听不懂的话 一开始 同学还以为 他是因为学习压力过大 用这种方法来发泄情绪 可紧接着 老师在提问时 李恩珍竟然毫不搭理 依旧在自顾自地说些什么 随即连忙给他的父母打电话 通知孩子可能是生病了 很快 父母接上孩子后 朝着医院赶去 不过意外的是 这次的检查发现 李恩珍并没有身体上的疾病 医生推测 很有可能是精神上的问题 建议去大医院做一下检查 果不其然 检查结果出来后 父母二人当场愣住 李恩珍竟然患上了精神障碍症 这种病的诱因 一个是压力过大 另外一个 则是近亲结婚导致的天生精神疾病 高三这段时间 学习刻苦的李恩珍 正好两方面原因都有 然而 他们这个家庭 本就不算父母 大女儿同样需要上学 二女儿又生了病 医药分 同样是一大负担 不过 爱女心切之下 还是让李恩珍 接受了治疗 好在 一段时间后 坚持吃药的李恩珍 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状态 但药却不能停 原本父母确实想着 能够一直保证治疗 可渐渐 他们发现 昂贵的医药费 并不是这种家庭 能够负担起的 只能任由李恩珍 时好时坏 不过 很快 他们便找到了另一个办法 这是真实发生在四川的 清征活人案 在全村人的围观下进行的 死者身穿保暖内衣 被丢进被封死的铁锅里 整整两个小时 受害人不断地挣扎 求救 声音凄厉 但却没有一个人 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直到他被彻底征熟 那么 当初 究竟发生了什么 患有精神障碍症的李恩珍 到了该出嫁的年纪 父母为了他和常人无异 连续一段时间 变卖家产 掏出医药费治疗 本就白净高挑的李恩珍 通过相亲 认识了同村的男子 很快 两家定下亲事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同样没有犯病 可谁曾想 直到九年之后的一天 正在干农活的李恩珍 突然口吐白沫 倒地不起 医院检查后 也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醒来以后 再次开始说胡话 让人不知所措 而丈夫的家人健壮 立马找了两位大师来看 是不是沾染了邪碎之物 然而 他们两个人 就是在村中坑门拐骗 哪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 可为了赚黑心钱 他们编造了一套说辞 并给出了驱轨方案 那就是 用锅把邪碎蒸死 李恩珍一家人 对于鬼神之说 十分敬畏 当下同意了这套方案 随即在村口 支了一口大锅 并将妻子放了进去 此时的他们 还不知道 两个小时后 他们将经历 怎样的地狱 随着柴火 越烧越旺 李恩珍也传出了 凄厉的惨叫 骗子声称 这是邪碎 想要蒸破 连忙拿了一块大石头 将锅盖压住 然而 内部的惨叫声 不绝于耳 引来了许多村民 可没有一人伸出援手 就这样 整整烧了两个小时 里面的叫声 也越来越弱 最终 还是一位好心村民 感觉到事情不对 才不顾阻拦 将锅盖打开 可里面的李恩珍 已经丧命 浑身都是烫伤 留下的脑包 报警过后 警方也立马将丈夫一家 以及那两个 坑门拐骗的大石抓走 最终 二人被判处 过失杀人 有期徒刑四年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